如果你把XRGP当作生产机工具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经历了多次的分号 那今天的视频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 哈喽大家好 我是MetalKG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一名XRGP的深度使用者 那想必你跟我一样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也经历了多次的分号 我们可能都经历过换梯子 搭落地结底 换虚拟信用卡 甚至购买一张美国实体手机号的作者 可是到头来可能依然无法避免不同AI的一份公开行刑的介绍 那我的状态可能算是比较夸张的 那三个外区Apple Star账户全部被封 而坑跌的是Apple的订阅会和OpenAI做关联 然后你会发现即使注册了新的OpenAI账号 哪怕等到之前的订阅过期之后 你依然无法用旧的Apple ID订阅XRGP Plus 好在OpenAI和Cloud持续的军备竞赛 而各路开源模型也有强势追赶的知识 而且还有一堆例如Pro的产品 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备选方案 而今天我想向你们推荐的是Recast AI Recast其实本质是一款类似于Spotlight Alfred LaunchBar的启动器 你可以用它查询汇率作为计算器 快速打开App 还有就是复制 管理窗口 甚至安装一堆第三方插件帮你提高效率 但是今天我们的讨论重点是 Recast AI都有哪些特别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盐控 推荐产品第一理由永永世 真的太他妈好看了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Recast居然不用踢的 并且不以Token的方式击飞 在现有的请求规则下 甚至可以说它是无限量的 而且这还是在内置了目前你所知道的 所有最热门最先进的模型的前提下 好的 那接下来我会一一为大家介绍 Recast AI的快捷AI AI、AI对话、AI命令这三个独际特色的功能 最后我将带着大家一起从使用成本的角度做一个对比 那至于Recast如何安装使用 以及Recast其他的利害之处 我后续会有单独的视频给大家介绍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快捷AI 快捷AI的理念是可以快速提问并获得答案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快捷键打开Recast输入框 在输入框中输入任何你想要提问的问题 然后你只需要按一下Tab按键 Recast就能帮你直接输出大模型返回的结果 并且由于Recast集成了多种大模型 你还可以单独设置快捷AI这个场景下所使用的模型 那拿我举例 通常在这个模式下 我更多是用它来替代Google去做一些知识的查询和搜索 而不是进行多伦的对话 因此我选择了个Black City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集成了它们最强大的RIG联网搜索能力 比如我们搜索 介绍下OpenAI的最新发布的模型 可以看到它真的非常结构化的总结输出了互联网上关于新模型的信息 实效性非常高 而且快捷AI还提供了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 比如当我正在使用Notion编写文档时 通过快捷AI查询内容 我们看下方有行提示 将输出粘贴至Notion 我们试着按下回车看看有什么效果 wow 它直接将内容复制到Notion中 巨方便 那有些时候快捷AI的回答不够解答你的疑问时 你可以通过快捷键CMND加G 直接进入Recast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AI科目 AI对话 Recast为AI对话提供了多种入口方式 除刚才的方式以外 你还可以在Recast搜索框中输入Aichat 选中 点击回车几个进入 最后 我们可以通过快捷键CMND加I 来直接进入对话模式 这是我最常使用的激活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AI对话都提供的哪些能力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AI对话集成了目前我们已知 大部分最先进最热门的大模型 并且可以非常方便地基于各个模型的速度 推理能力 上下文长度 多茅台能力 基于不同的场景来去做选择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推理能力最强的两个模型 分别是GP4O和Cloud3.5 那差别在于Cloud3.5提供了更长的上下文长度 而GP4O则提供了图片生成的能力 那其次 如果你选择的模型提供了多模态能力 在AI对话中同样可以充分利用 例如我想要AI根据我上传的图片 生成一段符合Mild Journey规则的Prompt 同样 你还可以直接在AI对话中生成图片 比如我希望他帮我生成一个logo 哦对了Cloud3.5并没有提供文身图的能力 没关系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在这里 切换模型为GP4O OK我们再来一遍 是不是真的非常方便 最后 AI对话还提供了预设对话的功能 官方其实已经提供了很多常规的预设对话 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个定义好的AI助理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直接导入 那同样我们也可以自己自定义一个 例如刚才基于图片生成提示词的名领 就是我自己设置的 设置起来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Recast输入框中 输入对应的命令 或者在AI对话窗口的右上角 点击加号新键 然后点击对话设置 Truing的Prompt 选择对应的大模型后保存即可 那下次使用只需要在Recast的对话框中 输入对应的预设名称即可快速进行 那我们来测试下刚才新建的ImagePrompt OK 让我们再复制一张图片进来 直接回撤 看到没有 这就是预设对话的工作方式 最后我们来看看 AI命令 AI命令的定位介于快捷AI和预设对话之间 它既可以像快捷AI一样快速调用 也可以像预设对话一样 通过预设Prompt来去执行一些特定的任务 区别在于输入的内容和你调用的方式 快捷AI需要你手动输入问题 通过Type键来调用 而AI命令则是基于当前你选中的文本 你复制的文本 或者你当前打开的网址作为输入 通过输入固定的AI命令 来去调用输出内容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我当前选中一段中文 想让它帮我翻译成英文 通过输入翻译命令 即可直接输出结果 那再比如我希望它帮我总结当前的网页内容 只需要输入总结命令 即可直接输出总结后的结果 那同样AI命令是支持自定义的 那我们就以刚才的网页总结的功能为示例 为大家总结我们如何自定义一个AI 我们可以在recap输入框中输入 create ai command 来去创进 那接下来我们输入这个命令的名称 比如网页总结 那接下来我们在prompt输入框这里看到 右下角有一个加号点击 我们就可以看到recap贴心的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内容的输入方式 比如当前选中的文本 剪贴板中的文本 和当前浏览器的标签 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一个 直译就是当前聚焦的浏览器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prompt输入框中出现了一个站位服务 那接下来我们绕这个站位服务 输入一段总结网页的画面 好我们复制一下 好的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执行这项命令的 大模型 设置一个icon以及创造力等级 那我们在这里都先都保持默认 最后我们通过comment加回车进行保存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打开一篇CM的新闻做一个测试 这里我随便打开一个 OK 然后我们打开recast 然后输入总结的拼音手字里 很重 投车 好的 我们刚刚自定义的AI命令就顺利开始工作了 我觉得整个体验是不属于一些软件 其实是非常专业的 其实是非常专业的 好了那到这里我已经完整为大家介绍 recast 提供了三个非常好用的AI功能 三个功能独具特色又相互互吾 每功能都有自己独特的使用场景 并且都提供了非常强大的自定义功能 那接下来内容我相信也是你们最为关注的 它贵吗 我们通过一张表格来做一个对比 如果你不使用recast的AI功能 那仅作为快捷启动器 recast的95%的功能都是免费的 在每月8刀的plus会员里 它除了提供目前最具性价比的依旧模型 如GPT4O Mini以外 还额外提供了诸如云同步 无线减天买历史等一票实用的启动器功能 例如目前推进能力最强的GPT4O plus3.5large 和需要每月额外支付8刀的费用 而在用量限制上 PASS会员可以使用的基础模型 每分钟10个请求 每小时200个请求 高级AI会员每3小时75次请求 每24小时150个请求 这个水平相较于OpenAI官方的限额更高 而相较于POL类似的AI聚合品牌 收费又相对固定 不会有Token焦虑 在我的手上场景下 没有一次出现额度用满备限额的情况 所以通过这张我给大家整理的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 每月一天餐费的费用 你就可以获得目前为止 最快捷的调用智能助理的工具 比官方更便宜的价格 更高的用量限制 覆盖了更多高级模型 没有Token焦虑 不担心被封 甚至不用梯子的一个AI助理 所以我说 Raycast AI生目前为止 最好用的AI助理应该不为过吧 那么最后我想表达一个观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 希望或者正在接触大模型 提高工作 学习生活的效率 希望大模型能够真正高效的 帮你解决问题 那么请一定使用当下最先进的模型 尤其是当你需要更新的知识库 更强的搜索能力概括能力 多模态理解以及推移能力的情况下 最先进的大模型 可以让你用最简单的Pront 最少的对话轮次 就得到你最想要的结果 这是我在过去一年 使用了诸多模型后的一个 简单粗暴的结论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 因为这直接决定了 你是在用大模型帮你提高效率 还是在反复的追问调试中 帮大模型提高自己的能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今天这期视频是我做的 YouTuber的第一个视频 而你们是我的第一批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请给我一个小小的鼓励 点赞转发关注都可以 接下来我还会为大家持续推荐 好用的效率工具AI工具 如果你对今天内容有其他看法 或者觉得有更好用的AI工具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I already had a case and bad I already had a case and bad